一直在跟我们讨论 自我肯定 自我成长 自我消融 这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呢 它的目的是要提升人的品质 而提升人的品质 最终的目的是要建设人间净土 但是人间真的可以建设成净土吗 又如何来建设人间净土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人法师 师父您好 谢谢 师父提升完人的品质之后呢 您的另外一个理想就是要建设人间净土 可是首先我想问问师父 人间真的有可能成为净土吗 其实呢 我提升 我讲的提升人的品质的时候 人的品质 完全靠一个人单独的 这个提升提升是提不起来的 一定是要跟人员之间 在互相的互动 才能够把自己的品质提升起来 因此呢 这个附近里面有这么讲啊 菩萨是啊 以众生呢 作为修行的道场 在众生的群中 自己才能够成长菩提的果位 因为第一是说呢 莲花是在雾仪之中 才能够长得肥而美 但是呢 把这莲花种在高山上 做的沙漠里面 没有雨的地方 没有水的地方 那个莲花是出不来的 那也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才能够把自己的品质提升 跟众生的基础 才能够啊 使得自己提升 众生也许 还没有提升的时候 自己先提升 自己有心愿 为众生设想 而自己就一定是成长自己 所以是提升人品的这个动机啊 一定是跟人有关系 如果不是跟精进 是跟一个人的提升 一个人提升 一个人无从提升起 也有可能啊 但是呢 不是很大的这个力量 这一定是跟人间呢 一点互动 所以跟人间互动了之后 那就是水长船高了 那就是说 我们要建设 人间净土的这个目标 跟那个提升人的品质 是啊 变形的 这个两个别道啊 是同时前进的 我们现在谈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先谈 提升人的品质 然后再讲 建设人间净土 事实上 这个两个轨道是啊 一个车轮 两个车轮 翻到两个轨道上面 上面是个车子 一起往前走 那这个车子 我们叫它 所以说是大圣普达的车 那大圣普达的车 在这个轨道上 那个什么鬼 一个是提升人品 一个是建设建筑 提升人品是指挤的 自立的 建设建筑是利他的 自立的同时利他的 利他的同时一定自立 是这样的 自立的同时是为了利他 自立是为了利他 利他一定能自立 这个又是变成图形的 就是两个 你好像鸟的双翼 鸟的双翼 非常正确了 那么我们要讲到这个 人间净土 这个理想 是不是可能在人间实现 是 那我们首先要讲净土的什么意思 那在附近里面的 也就是复法里面的 讲到净土的观念 那大致上就是理想 就是信仰的理想 以及我们实践的理想 要是实践福法 或者说我们虚心福法 对未来的展望和远近 远近 远近 那就是净土 这个净土在哪里 那对半是指的 叫他方 福国净土 是啊 然后就在西方嘛 在说净乐 就是说未来的一种佛 叫明日佛 到我们人间的时候 我们人间就成为净土 那这一个 这种思想 可以说一般的人 都是这么讲的 那这个 我们在考察 附近里面的 这个原始的意义 以及大圣经典里的 这个菩萨道德 精神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净土 有他方世界叫净土 虽然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净土 虽然我们这个世界呢 看到的都是很多的乱象 罪恶很多 因此呢 一般的人称这个世界 我们叫舒服世界 又叫他说五座恶事 那也就是说五座恶事 是 五座恶事 我曾经在这个大福谷里面讲过的 而且这个世界是非常地不清净的一个世界 族啊 那就是不清净的世界 既然是不清净的世界 怎么可能成为这个净土呢 可是呢 可是呢在文物经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尊这个菩萨 他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呢 就是净土 可是由于罗汉说 我没看到 我看到这个世界呢 高高低低 看到这个世界呢 人也有善有恶 这八个不是净土 可是呢 当时释迦牟尼佛知道以后啊 就马上用他的神力 就神通力啊 用脚趾按地 一下子就让罗汉呢 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净土 佛国净土 因此呢 这个文物经里就讲了 佛的心中看到的都是净土 菩萨心中看到的也是净土 如果看到不是净土的人 这不是佛山 也不是佛 我们不是听到有人说过吗 狗眼看人 就把人看扁了 看低了 就是狗眼看人 那这个人都把他们当狗看了 那伏眼看人呢 就看到人人都是佛 一切众生都是佛 因此呢 从佛的心态 从佛的观点 也就是说 从慈悲的智慧的角度看 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呢 是净土 这个 只有说 那一些犯罪的 一些呢 恶事 有 但是呢 不受它的影响 使你的心是清净的 那是爱之净土 那我下边 一集啊 我还会讲 是 谢谢师傅开示 我想 只要心存智慧 心存慈悲 人间的确可以建设成净土 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我们感叹 世道人心是越来越坏了 但是师傅一开始我们说 只要我们心存智慧和慈悲 这个五着恶事呢 也可以建设成人间净土 那究竟怎么做到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傅您说这个人成及佛成 然后您也说这个 说佛世界的确是可以建设成净土的 那究竟这个步骤或者是实践的过程 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 人间净土的这个 这个观念啊 和信仰啊 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或者是两个层次来看啊 呃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把这个佛法体验的那么深 那个时候我只想到 呃 呃 这个他方世界的 比如说 有东方的二手佛的净土 有东方的二手佛的净土啊 呃 还有这人间无力无净土的话呢 一定是要等到明了佛 降到人间 这是五十六亿年以后 那时间太晚了 太久了 那也有人就给我抗议啊 说法师啊 等到五十六亿年以后再来 我们不知道在哪去的呢 所以我们都能够找一点 呵呵呵 来呢 我说这有问题 因为 感到期待啊 这个人间净土赶快出现 期待你来说 赶快降临这个人间啊 因此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就发生很多啊 这个仪式的佛教 假佛教 仿佛教 假冒的佛教 那这个他们是怎么叫假冒呢 嗯 就是说 宁乐佛已经来了 嗯 或者是宁乐佛呢 还没有生 但是呢 宁乐佛的这个灵啊 已经来了 宁乐佛在天空 或者呢 他的灵在这里 在这里 他借着人的这个形象 对 或者是借着人的一个环境 呃 派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啊 来传 宁乐的法 使得 宁乐在这个世界呢 就是早一点 能够啊 人间建筑建立起来 另外一种呢 那他就是米勒佛上 他降到人间来了 他是提早来了 这个 因为大家等着他来了 结果呢 人间就出现了好多假佛 他自己称为自己是佛 这是米勒佛 那么像这种 呃 这个宗教啊 我们叫做父福法外道 嗯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米勒佛 他们信的也不是真正的这个佛教 就是说 呃 因为大家期待着米勒佛来嘛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米勒佛宅地请下来 或者子女下来了 子女下来子女就摇身一遍一遍的米勒佛 像这样子对社会啊 啊 好处不多 一时间好像是啊 能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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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米勒佛来了 我们这个人间进度快要出现了 快要出现了 那么这种宗教信仰啊 呃 会带来有人的偏差 好像已经米勒佛来了 这样米勒佛一来 我们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 不需要努力了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神物 嗯 变成一个神 有一个神降临了 只要这个神一到 那这个世界就问题就解决了 嗯 什么问题都就靠到那一个神 就把米勒佛神化 那到了这个人间 所以这个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这些宗教呢 呃 在这个 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几次 那呃 渐渐渐渐慢慢淡化 刚开始的人很多慢慢就不见了 所以这种人间净土不是我最求的 我也不会相信 这个这么快 这米勒佛就会来 因此 我因为一种啊 这个体验 而是从佛法之中去啊 去表解 那第一个 我看到的 一个太虚大使啊 提出了这么一个构想 叫人间佛教的构想 这个太虚大使呢 是我们近一代中国佛教史上啊 是一位 由创建 由啊 一种啊 这个 先导的 这个 一种啊 这智慧的人 那么他提出人间建筑的构想的时候呢 并没有脱离 米勒佛杀 下向人间 没有脱离 而且呢 他这个 这个 他那个构想之中 希望 能够在 这个地球上 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地区 画一个 区域 这个模范区 来实践呢 佛教的 人间净土的这个 思想和观念 那么这个呢 他指定的时候说 最好是那个 浙江的 定海的 葡萄山 有这么大个地方 有几万个人 来共同这个生活 那这样的地方呢 一系列都是 依照佛教的 佛法的这个观念 来这么修行 来这么生活 那就变成 人间净土 其实这种观念呢 不能实现 永远不能实现 就是说 画出这么一个地方来 给我们来试 也试不出来的 为什么呢 人心呢 人心不能够说 坐在台湾的人 把他搬到 葡萄山去 他就变成了仙人了 坐在这个 这个浙江 杭州的人 一直搬到 葡萄山去 就变成了佛了 不可能 因此呢 我再从啊 这个附近里边呢 去体验 那体验到就是 像《大伯的经》 像《大自作论》 以及《文物经》 这些经典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有这个观念就是说 众生心境 众生的心境 就那个 高透境 而不是 众生的心清静 众生的行为 就清静 众生的行为 清静 众生所处的 所处的环境 也清静 那么 这个一个观念 这个是啊 我得到的 我得到的这么一个构想 众生的心清静 众生就能够 众生就能够 众生的行为也清静 众生的行为清静 都所有行为 这个身体的 语言的清静 然后 然后 我们说出的环境清静 那 环境清静 那 环境清静 的话呢 就能够看到 我们这个 人间这个净土啊 就出现了 不过 不是那么简单 我下一集啊 我再来谈这个问题 是 谢谢师傅开示 你师傅说 众生的心清静 众生的行为 就会清静 众生的行为清静呢 环境就会清静 看来要实现人间净土 还是要从我们的心做起 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 这个人间净土呢 能够早日实现 而师傅在上集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跟我们的心有关 只要我们的心清静呢 我们的行为就清静 行为清静呢 环境就会清静 人间净土就实现了 你这么说起来 好像是鸡生蛋诞生机 我们提升人的品质 是为了建设人间净土 那么建设人间净土呢 又是需要提升人的品质 那到底心清静 环境能不能清静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顺言法师 师傅您好 师傅您说啊 我好像变成一个绕口令了 对 提升人的品质 是为了建设人间净土 可是建设人间净土呢 又为了是 又需要是提升人的品质 这两个 到底这个心跟静 静跟心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 请师傅再给我们说明一下 我倒是先要提出一个矛盾的一个 一个观点呢 来 来再说明 因为 比如说 塞迦牟尼佛 他已经成佛了 他的心一定清静的 是 他的行为也清静的 是 他的环境是不是清静 他那个时候 他自己个人的环境 个人的心境是清静的 可是呢 当时的印度是不是没有犯罪的人 不会啊 当时的印度遭殃有犯罪的人 遭殃有战争 但是 现在还没有成为净土 对没有 印度 我想印度是不是从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塞迦牟尼佛的立场讲 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净土 这个净土啊 我们怎么讲是唯心净土嘛 就是说直接内心的总观的这个感受 直接内心的世界不受啊 外在的环境的污染和影响 那因为外界的环境影响而成成烦恼 所以他在人间怎么样子人间呢 这个有罪恶 对他来讲没有罪恶 因为他心不会受他的影响 他不认为那个是个罪恶 他在心里面呢 没有受他的影响 所以他住在人间 等于是住在天堂 等于是住在佛国完全相同 我现在来指出一问题就是说 所以在环境佛他自己已经成佛了 他自己的内心的世界是净土 内心所看到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净土 问一问人间是不是净土了 就是人间还是有许多许多的苦难 这样的有苦难 人这样的有生 老 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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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有 人永远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提倡人间净土这句话 是不是变成若空 对啊 那这样人间净土都不会实现了 对一般的人来讲 是不是等于是没有用 既然对一般的人没有用 我们还要倡导什么人间净土 那只有斯加姆尼佛去人间净土去吧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 我们也去不了 对 所以是呢 我这个观念啊 这是我的思想 但是呢 我也是从这个福的观点 福的思想来啊 这个延伸出来的 说得到的一些智慧啊 这个不是我的智慧 是福的智慧啊 所以是这个人呢 只要你一念呢 心清净的时候 你仔细看到这个世界是清净的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 念念清净呢 这个世界是念念都是清净的 这个我有讲过了哈 佛是念念都清净 他看到这个世界是念念清净的 这是个人的内在世界 下本记下来的就是一个菩提心 就是菩萨行 这个就是慈悲心 慈悲心要关心他人 我们要努力地 把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体验啊 能够分享给人 帮我们内心得到这样的体验的这种利益 分享给人 希望人家也能体验到内心的情形 所以是呢 我们叫做弘仰佛法 用佛法帮助人 所以佛法是什么意思 叫人家不要颠倒 叫人家呢 少一点贪心 撑心 痴心 少一点呢 妒忌心 怀疑心 少一点呢 就怨恨心 那 这个 我们的心 清静呢 是这样子吗 心清静呢 就我们的行为也会清新 少一些我刚才讲那个心理的一些问题啊 是 如果的减少 那我们在过去几节里面也讲过了 是 就是我们成长自己 肯定自我 成长自我的时候 我们是对我们自己的心的一种呢 认识和调整和改善 以前呢 就是内心的烦恼的化解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他人 用这种观念来吸助他人 使得 有更多更多的人来接收这样的观念 接收这样的方法 我们自己能够啊 随时随地都可以 能够体会一下 心清静是什么 因为也希望劝告人 鼓励人 也体会一下 心清静是什么 心清静很简单的 因为妒忌心的时候 你说 我女徒活 我为什么要妒忌他 但我们受到损害 受到这个 这个 伤害 或者是呢 受到委屈的时候 我们用智慧心来帮助自己 调整自己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的清静 我们自己的心清静 就能够啊 看到世界的 环境的心清静 我们也希望 其他人的心也清静嘛 我们帮助其他人的心清静 其他人的行为也会清静 心里头没有怨恨心 心里头没有弟弟心 他这个 要想打人 要想杀人 这种 这种行为 大概不会有了 如果 又充满了慈悲的心 这个不是啊 用仇恨心看人 那 我们 我想我们这个世界上啊 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 都会感受到慈悲的重要性 所以爱心有东亚心 大家有爱心 大家有慈悲心 大家有慈悲心 不要说打家了 就是 我们这个社会里 都有半数以上的人有慈悲心 那我们也很痛快了啦 还有 就是半数的人之中 有一半的慈悲心 我们也痛快了啦 那么在一半的时间之中 有一点啊 这个 直接就对 这个人间 这个 还是啊 充满着希望的 那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人间净土 就在我们的环境里头 渐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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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开来 渐渐渐的啊 能够分享 给大家 而自己也在享受 那这种人间净土 是可能 实现的 是 也是大家都可以来努力的 大家可以努力的 普通的人 都可以做的 所以这个是我 现在真的推动的 所以这不是不情色纪理事 是 对不对 是 非常对 谢谢师傅开始 师傅说 清清静 行为清静 环境就清静 如果人人 都是这样的话 我们人间净土 就已经建设完成了 非常欢迎您 在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